馬英九在上午出席了 連政署連政人員訓練班的 節訓典禮 除了肯定連政人員的努力 好 馬總統也再次強調 連能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 第一呢 要主動發掘 自己透過政風系統 這個從各種管道得到資訊 發現有問題 然後呢 主動發掘之後 要明快的處理 你不能等 等到案子 已經不可收拾了 你再把它起訴 再把它定罪 那個時候就出現多輸的局面 第三呢 就是配合爭辦 跟檢調機關配合爭辦 最後是對外說明 但是時間的順序上呢 有的時候對外說明要快一點 好 接下來就是年底大選 就怕貪污社會的情況 一再地發生 馬總統勉令學員們 一定要恪守本分 堅持信念 馬總統也說 公務人員一定要愛惜羽毛 儘管貪污事件 不太可能完全地根除 但是要透過連政單位 嚴格把關 開動卡 貪污事件 感谢观看